工藝有各種不同的材料啊技巧 那都不是某个老师说了算 那或某个师傅说了算 它只是一个个人的习惯 所以每个人都会在自己的状态里面 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 那我个人非常喜欢把金属跟一枚材作结合 我后来发现金属本身的枚材 它有它的局限性 那当它可以跟一枚材结合的时候 其实是互相的对比 会激荡出更多 无论是视觉的经验或材质触摸的经验 所以我就尽量去搜寻 有什么样的枚材可以跟金属作合作 那也在这样的一个不同枚材的结合里头 得到了乐趣 这次展出有一个系列作品叫做生生 就是有永续的概念 作品它其实是我的手工手抄子 那我非常的希望每一个人不要这么介意 所谓珠宝的定义是否要贵重到不可替换 最主要是因为我想要让佩戴者呢 自己去操作他想要的纸张 在做金属创作的时候 我都进入一个非常非常自在的境界 另外一个更精神的层次来讲的话 它可能也许跟择思 能够让我引领在里头 那不要贪心 就是如果以小杰的角度来看 是不是会看到老师的围起符 也就是如果这是水平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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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镬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